大家好,我是小鱼 这是我们昨天晚上挖回来的沙蟹 我们今天包一个沙蟹肉 这种就是沙蟹洞 它白天的时候那些沙蟹 它就藏在这个洞里面 晚上的时候它们就出来活动了 我们现在开始挖个洞 搭造生活 然后要把里面弄平 您让那个火烧得旺一点 米桃好了以后先把肉包好 我们先剪一点材 可以了 我们现在准备材料 我们先把沙蟹捞起来 大家好,我是小鱼 这是我们昨天晚上挖回来的沙蟹 我们今天包一个沙蟹肉 这种就是沙蟹洞 它白天的时候那些沙蟹 它又藏在这个洞里面 晚上的时候它们就出来活动了 我们现在开始挖个洞 搭造生活 然后要把洞里面弄平 让那个火 把生姜放下去 再帮半个小时 放一点点油 放一点点盐 搅拌均匀 好了,下锅肉包好了 我们可以开吃了 有过以前我们放点葱花 好,下锅肉包好了 好,下锅肉包好了 大家好,我是小鱼 大家好,我是小鱼 这是我们昨天晚上挖回来的沙蟹 我们今天包一个沙蟹肉 这种就是沙蟹洞 它白天的时候那些沙蟹 它又藏在这个洞里面 晚上的时候它们就出来活动了 我们现在开始挖个洞 搭造生活 然后要把里面弄平 让那个火 我们这边说 吃肉一定要吃砂锅肉 而且要当天挖 当天煮是最鲜的 有人说来下船岛玩 如果没有吃过沙蟹肉又回去的话 那又是白来了一趟 如果大家喜欢吃沙蟹肉的话 那就过来玩 然后自己挖自己做最好吃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小鱼 请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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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